进攻激烈的我就够呛了 如果他跟我下攻的话我够呛 厉害的他这个棋 厉害的呀 大家可以看啊 他这个棋不是一般的脸 开始吧 紧张到不紧张反正这个棋就正常下棋呗 也是有点特殊原因啊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厉害 又是这个棋 我昨天下了一盘的 昨天跟那个李立军也这么下的 今天看来下的非常稳 本件啊 昨天就这么走的 对昨天没知识啊 今天我知个事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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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走出居啊 对方并无经意 好像亏了一些 对方并无经意 有人出居有点不一样的 并无经意将来在并无经意过来招马 现在我居屏是能出了有点不一样 那这样下的话 又合了 还是红旗略好一些 还是红旗略好一点 还想跟我纠缠一下 想跟我纠缠一下 好 嗯这个期稍差一点吧 亏可能稍亏一点啊 稍差一点亏的也不多吧 亏的也不是说很多 按理说核期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啊 按理说的话 如果我下的不是太差的话 其实稍差一点 好 你 好 虧一点啊走的还得好好走啊 这期 你好好走不能乱下这个局面 以工代手 以工代手吧 一味的防守也也不是我的风格啊 足冲过去跟他对攻得了 哎呦 金钟编的话我就把编冰给他打 他刚才如果金钟编的话我就把编冰给他直接给他打掉 当然这样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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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弄个断线啊弄得我这个一击领啊 对不起走的感觉不是不是太好 走的不是很理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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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不理想啊那个棋可能问题也不是太大 重下去 哎呦 千万不能大意啊残局弄得挺细啊 弄得我有点有点 我干脆给给他得了 赶紧吧 所以让我卡进去我就卡进去跟他对攻啊 他这样就算了没办法 好 好 好 感谢百传送的荧光旺七连机 好 点他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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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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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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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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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提合 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优势方有 有资格提合啊 形势差的一方提合 别人有时候 本来想下 但是他不好意思 勉强同意合起来以后弄的不是太好 我是这么考虑的 一般是优势方提合 这个倒没什么 这个倒不存在 有没有什么 其有没有也得注意 就是说 这个红方提合我肯定同意了 因为我不具备引起条件 但是如果我下的不好的话 红方可能还兴许有一点 有一点 这个你看他现在不是飞象给我吃了 飞象给我吃 很疯狂啊 不 我也赢不了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搞不懂 你这也没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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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真的是把我的弄葫芦了呀 下期 倒是也是合起一盘啊 倒是也是合起一盘啊 故意这么走 挺有意思啊 还要是要合起 还要是要合啊 这期好像还是要合啊 哎呀 有意思啊 合吧 把它拉倒 好像我也不可能延 拉倒吧 打飞向的话 它冲下来了 也延不了 飞向它冲下来 可能它还好一点 那个G只好拿来兵线 原来我这个竹是不是要丢 也不具备延期条件 马踩到中间 反正威胁也挺大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合棋 是 没人疯狂 下期 有点小疯狂 有点小疯狂 确实也赢不了啊 其实没办法 那今天这个结束了啊 最后三盘都合了 换车还有机会下一下 换车还下 下棋当然可以下了 什么棋都可以下 但是不具备赢棋呀 换车了 炮兵队马兵还下什么 都一人缺个像 不知道 棋就是这么个棋呗啊 对手下的也确实也没什么漏洞 把一些贵述明月送的爱心十一连击 主要是这种棋一般都是优势提核 最后那个棋是只能我只能提核了 这个其实谁提核都无所谓啊 我从来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优势方提核 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优势方提核 你要是连续提核两次还判一次伟利呢 所以这个倒真的是无所谓啊 是看看残局吧啊 在床梁 感谢小惠人啊 送的爱心 十连击啊 非常感谢 昨天输了一盘啊 昨天确实是输了一盘 都是挺厉害的 我知道哪了 这儿吧 这儿 昨天输了一盘 昨天那盘输的 对手确实下的下的好 特别是布局 布局跟残局吧 布局的话是 下的牛啊 布局那个棋真的是 跟最佳招法都是一样的 前面下的真的好 非常的厉害啊 业余好手非常的厉害 那个棋我还摆过啊 只是没有对手有 可能没有对手研究的那么深啊 所以输了也是正常的 情理之中的 那个棋我还真摆过啊 有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不交啊 感谢群心璀璨68送的银国帽66连机 感谢所有来到直播间的亲友们啊 刚才一直在这个跟五虎啊 今天的五虎一共十虎啊 广东十虎下棋呢 就没有跟亲友们交流啊 非常的抱歉 请亲友们见谅 我们现在呢 可以跟亲友们交流一下啊 他这个残局因为他有点多啊 太多了以后呢 他确实摆的 又天我看一看不清 他摆的不是很很仔细啊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有意思是 有意思是 感谢观看 正好有一个结束了 结束了 说两句话 他们说两句话 看看这个棋 黄文俊我不太了解 35岁了 这么大岁数了 第一步肯定是这样走 这我有点注重造型了 这里不愿意留个冰 其实刚才冰母平行四也行 不用送冰 但这里多个冰 是没有那么好看的 这个造型 是这样一个造型 这个简单 这个太简单了 很多 很多 今天后面 说实话 后面我是确实也没太 不可能就每一盘都去那么认真 毕竟是还是个玩 这个活动 也没有什么积分重要的 也没有 主要是娱乐 所以呢 后面确实下的就是 没有那么的就是用力 但是肯定还是认真下的 认真肯定是认真的 这是肯定的 因为不认真的话 可能要输的 就是说 但是没有就是 非要非应不可那种 必须得战胜对手的那种欲望 倒是没那么强烈 省得那么说 输的那盘可能网上有棋谱吧 看我这里面的棋谱也看得到 请我们有兴趣也可以用软件拆解一下 确实前20多部对手下的是无险可击 确实下的好 那个布局因为我还摆过 我也摆过 因为放工码有段时间我也下 在最近下的可能少一点 实在是记不清了 但是对手下法绝对是最好的 没有什么说的 基本上都把最好的下法下出来了 非常的厉害 那个布局下的 布局基本上我已经输定了 在输定的时候 他又走了 突然很奇怪 走了很简单的取胜的棋 他又不走了 走了两步别的 就是让我有机会了 我一点都不差了 可以和啊 我一看这个棋 这两步棋 他都走出来了 这也不太会 因为确实我也不太了解 这位棋手 这也不太会 我也想赢他了 然后他又给我表演了一个 这个非常 娴熟的一个残局啊 下的是真心的真心的好 残局下的之后真好 最后输掉 也是情理之中啊 没有什么 很正常的 就该输 想偷杀我 这小子 想偷杀我呀 大学 也不叫中刀 就是我们